所以我们在这边你到这里 滤镜里面的摘取 不是摘取啊 讲话了 滤镜里面的 液化 好进来了对不对 那这个一样 你可以针对某一块这边 其实它也有一些什么涂抹的啦 但是这个真的比较少用 我平常比较少用 那 像怎么推啊 这里有一个 你看这里有两个工具 如果说你在画的时候啊 比如说你看 我们 假设说 你这个手臂我要把它往内挤一点 但是我不希望影响到就是 这边胸部这边 就是 身体这边 因为有时候你挤可能会 这边影像会挤掉 所以说 你可以把 不想 变形的地方保护起来 不想变形的地方保护起来 那你又可以用左手边这个工具 有没有 冻结 遮瑟片的 也就是说 我假设我涂在这里 我涂在这边 涂在这一块 那么 我这一块它就不会帮我动到 我调的时候 再怎么调 变形都不会变到它 那这样子我再从这边我把往内挤 没事 其实我觉得女生 其实真的 不用那么瘦 那个瘦 说真的 太瘦了 会干扰 以后生小孩也很难生 真的 太瘦的 尤其这种骨盆腔太小了 你要生小孩很难生 真的 真的 诶我我像 插个插个题 这样了解的 你看我在这边动它会不会变形 知道什么叫冻结的 所以你可以用这种方式稍微把它调整一下 像他眼睛已经够大了如果你觉得还不够大 可以用这个 这样了解意思 有的人会嫌哪里不够大你知道吗 鼻子 有没有啊这样太大 有的人会觉得说好像鼻子不够大 会去做整形 其实 自己 鼻子蒙的 这个我用按的我就不用用拉的开玩笑这用拉的还得了 这个点一下就好了 但是你要搭配适合的笔刷 你不要用太大因为用太大皮它旁边是会受影响 他如果觉得鼻翼有没有 有的人说鼻翼要 看面 面向的都说那个鼻翼 这些鼻翼要比较有 比较有质 你就可以把它增加一点 这样可以玩 啊这样 糟糕 快点复原 啊那我会被闭死 不好意思 因为笔刷太大了 你要针对适当的范围去做 OK吗 那你就试看看 呢 呢 你